哈喽大家好,我是Aster言布施 今天这支视频是一支日常向的视频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日常处理一些土长多肉的方法 我平时处理的手法就比较粗糙,带着减量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将要处理的多肉砍头 我是贴着根部剪下的 是因为它下面已经长出了一株新的多肉 我想将它就那样保留在盆里面 那么一般情况下砍头后的母猪都不要丢 几周后就会从枝干上长出新的多肉了 然后将枝干上多余的叶片轻轻掰下 叶子都不要丢起 留着我们一会儿要叶叉 在平时浇水或养护时不小心碰掉的叶子都不要丢 给它们一个重新做肉的机会 砍头的长度可以根据多肉的生长情况 还有个人喜好而定 然后我们找一个容器 将剪下的多肉底部架空垂直放置 等待伤口愈合以后再将它重新种回去 我是用这样一个小的纸盆放的 大家可以用玻璃瓶或者是饮料瓶 将多肉插在瓶口然后就可以了 这样放置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多肉的底部枝干不会弯曲 然后保持空气流通 到时候重新种的时候就更好种一点 然后也更好造型一点 处理完枝干以后把之前掰下来的叶片就可以进行叶叉了 我是用这样普通的纸箱随便铺一层盆栽土用来叶叉的 叶叉的棚具和涂染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来用 最好呢就是可以这样大面积瓶铺叶子的东西 你也可以在瓶铺叶子时候顺便治愈一下自己的强迫症 这个是叶叉两周后的样子 百分之七八十的叶片都已经长出了根并且长出了迷你的多肉 平时掉落的叶片可以顺手就放置在叶叉的盆里面 大多数的多肉都是可以用来叶叉的 叶叉时放置在半阴的地方不要太阳暴晒 我是三到四天浇一次水让土壤稍微湿润一点就可以了 之前砍头后放置的多肉伤口已经愈合了 而且也长出了根 我是因为忘记了所以才放了两个星期 一般情况下三天左右伤口就能愈合就可以放心的种下了 种下后适量的浇一点水 下次浇水要等到土壤完全干透以后再浇 这个是之前在盆里面留下的主干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又长出了一个新的芽 每个地区的空气湿度和日照等很多情况都不同 一些方法不是在哪里都能适用的 大家可以在种植过程中慢慢寻找规律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你喜欢我记得常来找我玩 感谢观看我视频的每一个人 我是Asta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